在門診呢 偶爾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比如說呢 是一個16歲的小朋友 他來我的門診呢 就是有點緊張說 他覺得他得了菜花 那我就會問他說 那你有性經驗嗎 他說 沒有 那我心中大概就會會心一笑 知道他大概是什麼問題而來 那或者是有種情境之下是說 跑來就是也是緊張兮兮的說 醫生怎麼辦 我就是得了這個 他覺得他得了菜花 通常都是以菜花為主 他覺得他得了性命 然後呢 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發生危險性行為嗎 他說 有有有 昨天昨天 那我大概也會稍微會心一下 大概知道就是說這個是 我都會說這個是來懺悔的 就是發生了危險性行為之後 就是良心不安 然後想要來就是檢查一下 那通常呢 這樣的情境下遇到 這個陰莖或生殖性上面 長的這些小東西呢 通常都不是性病啦 都是一些所謂良性的疾病 那今天呢 我就來跟大家稍微講一下說 這些東西有可能是哪些東西 不過在這裡呢 就是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些東西 可能是你想的那個性病 也可能不是 但是到底是不是呢 如果你真的有懷疑 還是請專業的醫師幫你 正查一下 好 那最常見來問的問題 就像剛才那個小朋友 來問的問題呢 他就會說 他那個好像在那個龜頭罐的那個上面呢 長了一點一點的小白頂 他覺得是菜花 那我一看就知道說 那我一看就知道說這個不是 聽句數就知道大概不是 因為他也沒有性經驗嘛 那通常褲子一脫下來就一翻兩燈 也看得下就是珍珠秋枕 這個東西真的是最常會被問到的東西 他通常就是比較常見於是 就是有包皮的男性包著的時候 然後他在龜頭罐上面呢 就會有一點一點 甚至是一排 像很像小肉芽的東西 那這個通常都是珍珠秋枕 那我通常都會跟病人講說 這個基本上所有男生都有了 那只是明顯不明顯的差別而已 所以不用太擔心 好 這個大概也沒有什麼太好的治療方式 大概他可能就一直在那邊而已 那有的時候呢 他會是在那個陰莖的背面的地方 可能正在肌帶兩邊呢 可能會有一兩個小點 那這個通常也都不是菜花 所以不用太擔心 這個都是像是珍珠秋枕的東西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 好 那第二種常見呢 就是像剛才第二個這個 成年男性發生危險性情危來 結果褲子一脫就發現 他就說你看 他在那個陰莖的這個筋幹上面呢 有一丁硬一點點的白點 就是他擔心說是不是菜花 是不是因為他昨天幹了什麼好事之後呢 發生了一些性病 那通常大家都知道 要發生性病呢 不是說你現在接觸了 馬上就會長出病造 通常都要所謂的潛伏期 那至少都要一段時間才會長出來 不會說你昨天幹了好事 今天就長出來 那這個東西呢 通常都在你的陰莖上面存 存在了一段時間 那這些良性的狀況 那像一個在陰莖的經部上面 會出現的這個東西呢 可能就是所謂的這個福袋絲斑點 它其實就是一些比較 皮脂線呢 比較正式的樣子 那通常都是一顆一顆 白白黃黃的小小顆的 甚至有時候會一重一重的 那甚至會結成寬的樣子 那這個其實都是良性的東西 也都不需要擔心 那通常都是因為呢 它已經存在很久 那你平常都 根本都沒有在意它 只是說因為昨天幹了好事之後 今天就有點擔心 所以好好的把你的小兄弟 好好看了一下才發現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基本上呢 也不需要做一些特別的處理 那再來還有一個 會偶爾會看到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這個 表皮的囊皺 那其實台語叫做昏流 那這個東西呢 因為其實陰莖上面 還是會有一些毛囊 那這些毛囊有的時候 可能就會 會因為一些病理的變化 所以產生一個粉流 那這個粉流 摸起來就是一顆 遠遠硬硬的 可能在皮下 那看起來可能會有點白白的 那這個呢 可能有的時候會發炎 或有的時候 你用力擠 可能會擠出一些白白的東西 那這個呢 通常呢可能就需要 用手術的方式把它拿掉 不過它也不是性病 也不會傳染 所以不用太擔心 有的人呢 在陰朗上面呢 會出現一顆一顆 紅紅凸起的東西 那有些這個 紅紅的凸起的東西呢 會破掉 那有的人就會說 它那個內褲上面 就會有一些血跡 那這個通常都是 比較常見在老年人身上 那這個呢 通常是所謂的血管流 它也不會傳染 只是說呢 它比較容易困擾 就是它偶爾會出血 然後是會流血 那再來就是會不好看 那這個如果要處理的話 大概就是用電燒的方式 把它破壞掉 大概就會比較好了 好 那再來呢 最後一個就是要講的 也是幾乎所有男生都有的東西 就是陰莖上面有長痣 好 那這個痣這個東西呢 其實基本上呢 在青春期過後呢 因為男性的生殖器呢 可能就會有一些色素沉澱的 一些狀況發生 那有些地方呢 就會產生這個痣 那這個痣呢 基本上是幾乎所有男生都有啦 那只是你要觀察一下 說這個痣到底它是不是 表面有凸起啦 還是說有沒有什麼 越來越大 如果這些狀況發生的話呢 就要擔心說是不是 惡性的一些黑色素瘤 否則呢 大概都不用太擔心啦 那再來呢 就是有人是說到 民俗上面說到呢 男生生殖器上面 長痣呢 表示這個男生好色 所以意思是什麼 哪個男人不好色嘛 所以呢 大概也就是 如果說你有發現這個狀況呢 其實大家就是 偶爾注意一下 看它有沒有變大變多 那其實基本上呢 一般這些良性的狀況 都不需要特別的處理 其實也沒有很好的處理方式 那最後再提醒大家一次 用講的很簡單 但是這些東西呢 還是沒有辦法靠你自己判斷 所以如果說你有發現 有疑慮的話呢 還是麻煩你找皮膚科醫師 或是美藥科醫師 來幫你做進一步的健美診斷喔 我是陳文明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歡迎按讚分享 開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